台灣國內一些學者 我是覺得很傷心的一件事情 很多學者你講的話 代表說應該是有這個 專門或專業的領域 你才發言嘛 講的這些話經不起考驗 一戳就破 你講這些東西的話 到底是又是在恫嚇 台灣人民還是怎麼樣 好啦 我們舉幾個例子好了 你說中國威脅 畢竟貪玩我的能源供應鏈 像這個前新北市的金發局長 思維群他就講說什麼 台灣運送天然氣潮船 大部分經由台灣西南海域 對不對 該海域是在美中台三地 最多軍事活動的地方 他說一旦爆發爭端的話 中國不用派兵攻打能源 就自動失效 有一些問題 你這個講幹話 我就跟你講說南海這個地方 不要講說西南海域 你整個南海我就常講 在南海這個地方 一年就光航運的這些利益 就超過三兆美金 你就知道說南海這個地方 有多少船艦經過這邊的話 船隻經過這邊的話 他利益是多大 所以中國當初在宣告 跟全世界講說 我有所謂的九段線 有沒有 大家當然在抗議 菲律賓越南都抗議 說實在其他國家 當然也會抗議 對你這個地方的話 說實在話 你封鎖的時候 如果爆發爭端的話 只有台灣受影響 日本會不會受影響 北航會不會受影響 你說日本跟北航勢不勢 對啊 而且你講實在話 你說在這個地方 依賴天然氣這個過程之中 那美軍的航母 雷庚號在這邊 你動去塞加 你以為他擺在那邊 就是跟黃色小鴨一樣 浮在水上 啊啊啊只會叫而已 所以就跟你講說 這種話馬上就會被公破 而且戰爭發生的時候 本來就不長眼嘛 打的時候 當然要有一些能源供應 我們一定要後續準備啊 包括說我們的戰備除油 還有我們的採購方式 不可能只經過這邊 我繞著走可以吧 對不對 我繞開這個地方啊 甚至說我跟美國 建立一個關係 我美國不是有很多業員油 他要不要供應過來嘛 所以就跟你講說 這種事情在戰爭爆發的時候 這都假講的 他講這些話只是在把一些結果論 拿出來就影響到恐嚇你臺灣說 你不要害怕 不要太煎了 煎下去之後我們臺灣要怎麼樣 你覺得說怎麼樣 中國大陸的除油啊 他們的用油 也是要經過這一條海域過來 打的時候 你覺得中國大陸會不會被受困 當然也會啊 所以不要說那些話 不要只說臺灣 把臺灣突顯 好像臺灣最可憐 全世界一樣可憐 戰爭爆發就是這麼一回事 好啦 那我們現在還有一個 臺灣學者叫做胡逢英的有沒有 他說川普的外交重點是省錢 如果臺灣爆發戰爭 美國不會派第一面部隊介入 如果兩岸關係越來越緊張 會把美國推向更有力的位置 對啦 沒有錯啦 如果兩岸關係越來越緊張 美國有力啊 臺灣也有力啊 對 因為臺灣我就跟你講 之前蘇子雲不是講過嗎 在我們節目講過 臺灣的位置叫做三角湯啦 黃金帝王對不對 真的 所以你真的在關係緊張的情況之下 臺灣的重要性就會被凸顯出來啊 那你今天說 欸 你說美國重點川普是省錢 我跟你講你這個實在是大大的錯誤啊 每次打仗 美國說實在話 美國很多複數的原因啊 就是因為靠打仗賺大錢 對 因為你再怎麼打你也沒有辦法打到美國本土嘛 所以你今天打了之後 他的軍工產業跟工業整個就起來了 對 所以他想不想打 當然想打 你說地面部隊介入 欸這個地面部隊介入 這個已經是以前老一輩的戰略方式了 現在地面部隊不會動不動就出現了 對 他我們之前不是講過什麼聯兵營的概念嗎 聯兵營就是用極少化的部隊 對不對 軍人造成最大的影響的作用嘛 現在全部都是軍工武器科技戰 對不對 你說這些真的是 我就說真的學者不要這樣 吸收一點新知識 新嘗試再出來告訴人家 所以再跟你講說 你要省錢 省錢跟省人的話 你會不會介入 現在海軍陸戰 接下來的力艦演習 跟日本智慧隊 總共有將近五萬人在做演習 這個五萬人在幹什麼用的 他當然不是反攻大陸用的 對不對 他幹什麼 你今天只要有一個局部的問題 局部的地方被共軍佔領 或怎麼樣的話 他們馬上要把他躲回來 而且要進行一個致命打擊 所以就跟你講說 這個說法也是也是沒有辦法 那個 現在五角大廈的前顧問 格羅斯曼他就講 美國對臺灣的軍援政策似乎有所調整 希望能將臺灣打造成堅不可摧的堡壘 這個當然可能 你從最近他們受台的一些軍武 就告訴你說臺灣雖小 武器可能不是世界第一流的 那可是告訴你說 我們給你的武器足以保衛自己的 臺灣的家園嘛 對不對 所以你今天膽敢對臺灣動武的話 臺灣也有能力反制啊 我常常講說 我們之前用防禦性的那個防守 對不對 已經往外推進到說我也能夠主動攻擊啊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這個說法 臺灣是堅不可摧的堡壘 不要一直唱衰臺灣 那我再舉幾個例子好了 最近中國大陸一直在叫囂說要武統臺灣 可是你知道他們PO出來的影片 你看了真的會笑 我們昨天不是講到說水中射擊嗎 你是要去捏捕鯊魚吃魚刺還是怎樣 你沒台沒錢 蔡英文也不會美好對不對 你練那個到底要幹什麼 一個海軍陸戰 而且我最近前一陣子 他們PO出來的一些畫面 他告訴你說解放軍的女兵都能夠單手稱帝 而且他們還單手射擊 甚至還能跳火圈 單兵跳火圈 我才說馬戲團的那個招式 你拿出來給解放軍練習 你看我們是打仗跳什麼火圈 我就跟你講說接下來會不會下一次 我們看到他的畫面叫做胸口碎大石 還是所謂脖子頂那個什麼劍 你看胸口碎大石 你看我就跟你講說 你看這樣的一個武力訓練的話 你看還跳火圈跳這個有沒有 所以就跟你講說真的是 他們現在搞的這種東西 我是覺得你中國大陸解放軍 要不要請我去當教官 我還可以畫符給你們 搞不好還真的刀槍不入對不對 比當年義和團還要厲害 你說這個跳火圈這種伎倆的話 戰場上能夠用得到嗎 之前大家還記不記得 他說他如果登陸巷戰的時候 解放軍不是好幾個人就在馬路上跑 還在開車什麼有的沒有 我就跟你講說真的像實際巷戰不是這樣 我只要埋伏幾個狙擊手的話 你全身光光的就在馬路上跑的話 一下子也當把就被打掉了 我就跟你講說其實台灣我們看 最近像像那天國慶日的時候 尾安特勤隊還在總統前面表演 他們的那個軍人說實在 真的比不上我們尾安特勤隊 你今天要這個巷戰攻堅的話 你還有隊形互相掩護 我連那個掩護的概念 我都沒有看到 你覺得這個解放軍的訓練 有辦法實際攻台嗎 所以大家笑一笑就好了 其實最近很多問題就像剛剛講 顏學通最近講的那句話 他很怕台美關係持續升溫 關係如果越來越好的話 台灣是不是對於中國共產黨內部的 一些領導權威要受到質疑 所以最近習近平他來南巡的話 也是衝衝就回北京 不知道是感染武漢肺炎還是怎麼樣 也不知道 所以跟你講說中國大陸 現在內部的問題極大化 像那個什麼利有為 就是以前他們有一個前深圳市的市委書記 他也講了一句話 他問中國習近平政權 他說你究竟路在何方 對不對 你要走什麼路 難道你要回到毛澤東 零左勿右的路嗎 那零左勿右這條路 在現代這個社會 大家我就在講說 大家都在天下為中的情況之下 你還一直左傾左偏的話 你覺得中國大陸的未來發展 有可能持續下去嗎